花东两地热炒店最常见的国民美食 炒螺肉 深受老韬门的喜爱 瑞碎香农会绿色照护站 特别利用食用过后的 锅牛壳DIY创作 用黏土重新泡制成锅牛 作品生动 乍看之下仿佛是锅牛重生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 一块来看看 利用吃过剩下的锅牛壳 来发响 绿色照护站的老人长辈 在老师的指导下 用黏土再让蝸牛重生 你看有像啊 对啊 好像啊 是蝸牛 有的人有朋友拿来吃配酒 那里这个蝸牛是 我们的牢照 好不好玩 好玩 不论是探出头的蝸牛 还是生出了长触角 做得栩栩如生 甚至有些学员 还特别制作了黄色的蝸牛蛋来点缀 乍看之下仿佛蝸牛重生 作品相当生动活泼 学员们在制作过程中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蝸牛生蛋 好可爱 有像吗 有有有 最新的时候 你说的这边 祭餐吃饭 而你不是 得到很多的健康知识 还有跟老做 跟家老人家包信 瑞士乡农会绿色照护站6月1号才成立 至今也不过一季 然而由于规划了丰富多样的学习课程与活动 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长辈来参加 不论是各式各样的手作DIY 还是脑力激荡的研习 课间运动等等 都相当受到农村老人的喜爱 每周一三五的课程也成为了老人长辈 晚年的新生活运动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